房企债务拉锯战进行中 家兆业困局难解 当代置业爆发危机 原标题 房企债务拉锯战进行中 近期包括 尚坤地产等企业就零七美元债先后与债权人 达成交换要约 获得一定的债务缓冲期 这些企业是行业大浪淘沙中的缩影 债务大潮面前 寻求斩期 交换要约成为行业高频词 大家都在尽量保证不被卷入潮水之中 2021年以来 随着融资环境的持续收紧 房企现金流程压 选择进行债务交换要约的企业数量明显增多 规模也明显增长 安信证券数据显示 去年全年共15家房企的20只地产美元债 进行交换要约 规模达83.2亿美元 未近5年来最高水平 这一情况在2022年仍在持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对美元债进行交换 要约似乎是债务双方选择度最高的方案 但即便如此 也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顺利达成协议 在同策研究院研究总监肖林祥看来 交换要约最难的环节 在于否能打动债权方 交换要约若失败 意味着公司很大程度上不能按时偿还债务 后期或将面临债务重组 据悉 交换要约的方式分为平价交换 溢价交换两种 平价交换及交换前后 债权人持有了现金 加债券总规模不变 对同一交换要约债权人的补偿 债权人获得的现金加新债券金额大于交换前 用于对同一交换的债权人的补偿 以荣盛发展为例 其于1月10日公告表示 在现有票据持有人的支持下 公司两笔美元票据交换 要约已经成功完成 现金结算资金已转入相关账户 该公司的交换要约涉及两笔债券 其中一笔于2022年4月24日到期 总额5亿美元 年利率8% 另一笔到期日为2022年1月18日 总额3亿美元 年利率8.95% 二者合计存续规模7.8亿美元 上述两支美元债的最低交换比例 均为本金的85% 将进行交换的新债券 分别为2.5年期的美元债 和364天期的美元债 其中2.5年期的美元债 制定了更为细致的兑付进度条 第一年需兑付20% 第二年40% 第二 五年则兑付剩余的40% 同时 两支新债券的票息率均将提升至9.5% 每半年复息 进行交换要约票据持有人的指令费 也将从协议中规定的合格限制性票据 本金总额的0.5%增加至1.5% 可以看出 交换要约后的新债券 在各方面的条款都设置得更为严苛 肖云祥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为缓解即将到期的债务压力 交换要约一番会付加相应的代价 比如提高新债券的利率等 国际地产资管公司协送策略管理集团 联合创始人黄立冲一直言 在美元债交换要约的磋商谈判中 债务人多会上调利息或提供更多的抵押品 额外的抵押很重要 杨光诚深恩此道 2021年11月 其对旗下三支美元债进行交换要约 新旧债券以1比1交换 新债券的票面利率为10.25% 并于2022年9月15日到期 同时达成交换要约的票据 使有人每1000美元元票据本金 可获得25美元的现金偿付 整体来看 杨光诚以更高的利息为其美元债 终取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为打动债权人 该公司拿出的诚意不止于此 其母公司为交换要约后的新票据提供了担保 同时母公司实控人林藤娇 亦提供了个人担保 钟正彭源资深研究员石小山 曾在报告中指出 境内企业负债管理的主动性 弱于境外市场 债务的偿还通常是到期兑付 在零到期时才准备兑付资金 给予债务人和债权人的操作空间有限 零到期在采取措施 往往需要更大的交换代价 房企在天平端的加码 也意味着其对债务管理的态度 债权人亦会借此评估企业背后的隐藏风险 及持续经营能力 因而并非所有的房企 都能如愿获得债权人的支持 因理财产品逾期对付点燃债务导火索的加兆业 目前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局 2021年11月下旬 加兆业就一比2021年12月7日到期 本金总额4亿美元 年利率6.5%的美元票据 进行交换要约 根据计划 其投资人将获得2.5%的现金偿付 及资本化利息 新票据则将于2023年到6月6日期 这一交换要约最终因接纳率 低于95%而宣告失效 据媒体报道 在与加兆业的沟通中 投资人曾提出新的融资方案 其中包括为加兆业提供旧改项目贷款 为资产抛售的买家提供贷款 交换加兆业美好或星岛新闻集团股权等 因担心优质资产流失 加兆业并未接纳投资人抛出的方案 而在投资人看来 加兆业提出的交换要约中没有额外增加担保物 意味提高票息 并将债券延期至其他几个即将到期的债券之后 这些条款并不利于投资人 他们担心若方案通过 目前正在进行资产抛售的加兆业 届时或将没有足够资产偿债 黄利充称 美元债交换要约本身就很难达成 债权人不认为同意对自己更加有利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同意交换要约的债权人可能多认为 企业面临的流动性危机只是一个偶发性情况 交涉失败的加兆业在12月下行透露 将进行债务重组 12月20日 其公告表示 公司本金总额4亿美元 6.5%的优先票据已于12月7日到期 相关款项未付 同时 公司还存在三笔未付的优先票据利息 截至公告日 加兆业优先票据未偿还本金金额 约为117.8亿美元 其直言公司一直与其优先票据持有人的代表商讨 就尚未支付的优先票据制定全面债务重组计划 事实上 为调整债务结构 加兆业早在2017年 就曾开展过交换要约 彼时 其通过4支新票据 交换了具有不同到期日和票命利率的5支旧票据 新票据的年利率最高达到了9.375% 同样曾通过交换 料约将偿债压力延后的还有当代置业 2019年当代置业通过交换要约发行了一笔 于2021年至25日到期规模3亿美元 年利率12.85%的优先票据 被延期的债务在2021年爆发危机 去年10月 当代置业对该票据发起同意征求 希望将票据到期日延长3个月 至2022年1月25日 并在2021年10月25日到7日赎回本金8750万美元 同意征求于数日后被终止 该笔票据本金及其应计但未付利息未能按期偿付 这导致了其他债权人要求提前偿还相关融资款 截至1月10日 当代置业境外优先票据为偿还本金总额约为13.48亿美元 公司当日股价暴跌40% 当代置业称 公司正在与相关票据持有人磋商 就为偿还债务采取可能的债务重组计划 如今 其出售旗下物馆公司第一服务事项已已告吹 公司的自救之路依然未出现曙光 多位行业人士 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均强调 达成交换要约也只是将债务压力延后 以时间换空间 需要偿还的款项依然存在 肖云响指出 问题的根本还是在如何解决 当前房地产业务遇到的困境 减少投资 优化债务 去库存 降杠杆才能保证企业的生存 安信证券数据显示 2022年下半年及2023年下半年 是交换要约债券的集中到期时间 留给房企的时间依然不多